在中国浙江省铜炉县 有三个相互毗邻的村落 他们不仅保留有数量众多 雕刻精美的历史建筑 而且三个村子都拥有一种 一个名字相同的建筑 这是做什么建筑呢 这座建筑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今天的国宝档案 就让我们走进这几个古村落 去一探究竟 2018年杭州博物馆举办 《家在前堂》展览 展示了杭州下辖区县的农村历史建筑 展览中这些雕刻精美 造型别致的建筑构建 让参观者看到了古代工匠 巧夺天工的记忆 带着对祖先智慧的赞叹 我们来到了杭州市铜炉县江南镇的古村落 亲眼见证历经了几百年岁月洗礼的古代建筑艺术 深奥村位于江南镇东南 东临英家西西傍前山 山水相映风景如画 深奥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保留有一百多幢明清至民国的传统建筑 这里最精美的建筑就是淮宿堂 淮宿堂是典型的江南大户宅院 建于清嘉庆十年 也就是公元1805年 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淮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内部雕饰 牛腿是沿下立柱与外挑梁连接处的装饰构建 正式名字叫称拱 牛腿上大下小 是江南古建中非常独特的建筑构建 它不仅起支撑和家布防梁的作用 而且工匠们在上面精心雕刻 使它成为木雕技艺的展示平台 淮宿堂的牛腿雕刻 人物众多但形态各异 显示出当地民间高超的木雕技艺 另外淮宿堂的月亮上也布满精美的雕刻 淮宿堂的月亮上也布满精美的雕刻 原因是多加上升 今天是第五轮廉离 绝合七月儿团充成的硬朵 是量一种硬朵的水很独特的 当然很少有的 解决的市面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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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相当更多 各入 owned别 gran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沿着英家西有两个与深奥村相邻的村落 他们也保留有精美的古建 迪浦村保留有二十多幢明清建筑 类型有祠堂、花厅、民居和石排放 这是建于明代逢制年间的咸和堂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梁架非常简洁 这是清代重建的宝庆堂 雕刻繁荣而华美 柱子上有大小牛腿三十多个 梁上各类木雕有四百多处 走进徐范村 同样能看到许多历史建筑 于庆堂、徐氏宗祠等带有浓厚的历史气息 深奥、迪浦和徐范 这三个相互毗邻的古村落 都以拥有令人惊叹的精美历史古建筑而闻名 不过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三个村子里都各自建有一个深途式宗祠 那么这三个村子之间有什么渊源呢 深途是个复兴并不常见 在百家姓中排在第四百二十八位 据记载 深途姓氏起源于北方一个角途园的地方 据说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 后来在西汉末年兵荒马乱之际 深途式迁到了南方 在杭州通路 深途式最先在迪浦村落户 村里的深途式宗祠 始建于明成化年间 后来经过清代重修和扩建 形成如今的规模 如今的深途式宗祠 五开间三进大厅 占地面积达八百多平方米 池塘是深途式到了南方以后建的 但是他为了记住祖宗 记住他们来自于北方 所以他在建房的时候呢 门廊上的四子大梁 他是采用了北方的风格 北方的梁的装饰 他在外面包着布 然后再刷油漆 然后再装饰 那么因为我这个是石头 所以他就在上面专门雕塑一层花纹 看起来就像一层布上画的图 北方风格的石雕 搭配南方风格的木雕 使深途式宗祠成为一座 南北风格融合的独特建筑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而深途式宗祠正听石柱上的对联 讲述了深途式来到南方以后的行动轨迹 墓本自图山 墓浴笔葱 为怨支支高百丈 水源连范井 水流苦纳 环戚派派聚明堂 这一部对联很有意思 深途式在这里住下来第一任的祖先 他的理念 上年他是告诉后代 我们是从图山来的 我们以后的子孙后代要寻找发展 下年他又说了 我们不能忘了犯家 我们的脉还是在犯家 图山又称图山 位于今天杭州的富阳区境内 这幅对联背后 隐藏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北宋年间 有一位叫深途里的图山小伙子 喜欢上了铜炉笔葱村的范家姑娘 准备娶她为妻 但是范家是大户人家 不愿意让女儿远嫁 于是深途里入国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 深途家族沿着英家西 建起更大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nta股 这不切 想去的小样子 这么 Vors的 小伙子 三个村落都与一个姓氏有关 成为这些古建筑里隐藏的一个秘密 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而这些人中很多是文物工作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铜炉县文物部门调查农村历史建筑状况 发现这几个村的古建筑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 屋面漏雨 粮价没损 有些建筑局部坍塌 有些则已成危防 另外 虽有一些建筑保存完好 但是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旧家具 农具 并重危害 普遍存在 这几个古村落 历史建筑众多 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 据曾经参与调查的铜炉县文物工作人员 许崇岚回忆 他们走访乡民 勘测房屋 花了三年时间才将这里的建筑状况搞清楚 而在调查中 一些建筑背后的信息 引起他们极大的关注 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 不仅有人脉上的联系 也有生产上 也有地形上 也有无知的利用上 等等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通过对古建筑的维修 那我们就对这个村的历史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里是我们认识到的 就是古建筑的维修 古村落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在它后面那个历史 更重要的是这么一个形成的社会 后来这几个古村落统一申报 统一维修 为农村历史建筑保护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由于家族发展而兴起的这些江南村落 承载着大量历史与文化信息 经过政府的维修保护 这里的古老建筑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